耗費五年時間籌備 位在巴黎會展中心屋頂的農業園區 第一期計畫 七月起開始啟用 總面積達到四千平方公尺的屋頂空地 每一天平均可以採收 好幾百公斤的蔬果 預計未來兩年全部完工之後 將會是歐陸規模最大的城市農場 墜落在巴黎第十五區的巴黎會展中心 是法國規模最大的展場 同時也是大型城市農場的所在地 場館總面積有四千平方公尺廣的屋頂空地 經過五年時間的改建 整理成了有機果菜園 生產甜菜、草莓、番茄 以及香料調味植物 種類有將近二十種 在二十五位專業農業團隊成員的精心培育下 目前每天平均可以採收 好幾百公斤的無毒有機蔬果 巴黎市政府近幾年來大力推動城市農耕 巴黎會展中心這片種植區就規劃了一百三十五個一平方公尺廣的小菜園 以一年三百二十歐元的價格開放給有心自己種菜來吃的市民陳豬 頂樓還有一片空地委託給巴黎知名的屋頂餐飲業者經營 參觀民眾逛一逛可以坐下來 想用專業大廚以屋頂菜園蔬果烹調而成的各式佳肴 我們已經有很多碼的菜圖 約800葵的菜圖 我們現在有很多碼的菜圖 我們現在有150碼的菜圖 的菜圖 這些菜圖會在明天下 我們主要在Vinci屋頓的菜圖 我們主要是有關於Vinci屋頓的 我們的目標是有關於有關於主要的朋友 巴黎會展中心的屋頂農場 目前看到的只是第一期計畫 預計到2022年將擴增到 一萬四千平方公尺廣 屆時將是歐洲大陸規模最大的 城市農業園區 記者王厚文整理報導